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不做strap的学习,首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个是breadcrab面包渣 它指的是页面显示的逻辑层次的导航条 它非常类似于咱们这个操作系统中这个资源管理器对于文件夹的管理 当然了,主要是显示效果比较类似 下面是分页管理 它为用户标记出页号以及当前页 对于用户检索数据和插道数据非常有帮助 接下来的pager它是一种快速导航 它省去了页号的显示 主要通过一种更加简单的方式来提供翻页的功能 最后的label呢,它其实是一种小标题的显示方式 不都strap给咱们提供了六种目的显示方式 在今天的例子中,咱们也会看到 然后这个网址呢,是咱们今天例子中所用到的官方文档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照 然后今天咱们的代码呢,我会放到开源中国上 好,咱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原代码的部分 首先呢,我想给大家先展示这个面包渣导航的效果 我把我提前写好的这个代码拷备过来 好,然后运行Kolom浏览器 第一次运行稍微有点慢 好,出来了 咱们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新闻网站的标准的面包渣的效果 大家可以通过新闻进入到体育新闻 再进入到NBA新闻 然后呢,通过面包渣导航功能呢 很简单的实现这个用户所在位置的导航效果 好,咱们看一下面包渣的实现效果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OL的标准列表 然后每一个导航项呢 就是OL列表中的每一个表象LI 然后用户当前的位置呢 咱们通过一个active class来表示出来 非常的简单 而且呢,效果也是非常的好 OK,说完了面包渣呢 咱们再看一下分页导航的效果 我呢,把提前我写好的代码拷贝过来 咱们运行看看效果如何 好,我把代码放到这个地方 然后运行chrome 大家请看,效果已经出来了 页号都在这里显示出来 同时用户的当前页被高亮显示 同时向前跳跃大翻页 向后跳跃大翻页的功能呢 也都有 是一个非常标准的页面导航框 我们看一下分页导航的实现 首先是一个标准html5的num tag 然后呢,是一个url列表 配有一个pigination的属性 然后每一个分页项呢 都是一个标准的LI 在这里呢 我们有一个往前跳跃翻页的preverse 还有一个往后跳跃的next 它配上一个这个前后箭头属性 同时在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active class来标记 用户当前页的高亮显示 这个和刚才的面包渣是一样的效果 好,咱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是pager 我刚刚提到过 pager是一种快速导航 它相当于pigination导航来说呢 它省去了这个页号的显示 只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向前翻页 一个是向后翻页 但大家看到 显示案也非常简单 而对于刚才来说呢 是各个页号都有 而它只有一个前页后页 对于少量数据的显示呢 用pager来说 可能更加的简单一些 pager的实现呢 也是非常简单 一个nav导航 一个url列表 配上一个pager的class 然后就是标准的ri和这个alink的链接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呢 咱们再看pager的另外一种表现方式 我把这个段代码拷贝过来 咱们和刚才的pager比较一下 显示在哪里有不同 OK,下午出来 咱们大家看到 现在的pager呢 是左右两端对齐 而刚才的pager呢 是页面中央对齐 同时现在的上页的link呢 我已经给它做成了不可按 好,咱们看一下这段代码的实现 其实和刚刚的pager的代码呢 几乎都完全一样 而不一样的地方呢 大家请看 这里有一个previous和一个nest 说明它标记是前后对齐 同时这个disable呢 标记着我不可用 如果把disable属性去掉 咱们注意看 这个link呢 我就可以按下了 pager的实现呢 原来是这么的简单 好 今天的最后呢 我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puto stub标题 或者叫level的显示方法 我把我提前做好的代码拷贝过来 请稍等 好 运行一下 大家请看 效果已经出来了 这个呢 我的小标题是标准html的h3 标上的new呢 就是咱们这次说到的level 咱们一会儿看一下这个level的属性 包括有六种显示方式 首先是h3的我的小标题 然后在标上的一个level呢 其实就是一个spin的tug 配上一个level和一个level default的这个标圈属性 默认的是灰色 当然除了灰色之外呢 还提供了primary等等等等 一共六种样式 咱们在实际的这个项目开发中呢 可以使用参照 非常的这个美观 好 今天的代码呢 就是这样 我把代码呢 也放到开源中文上 请大家参照 好 就这样 谢谢观看 拜拜